救命草刺耳菜对人的三个好处 看完视频,你会把它当作宝 今天我们来挖一点刺耳菜 是一种非常优质的野菜 到现在,好好的人没吃过 快来认识一下吧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植物 学名七七芽 又叫刺耳菜,刺脚芽 据说有一百多种叫法 春天的野菜非常的多 尤其是田间地头的刺耳菜 非常受大家的欢迎 刺耳菜在不同的地方 叫法也是各不一样 不知道你们那里管它叫什么名字呢 今天给大家分享刺耳菜对人的三大好处 刺耳菜在网上可以卖到30元一斤 浑身长满刺的刺耳菜 可以说全身都是宝 它不仅具有较高的药物价值 而且还是一种非常优质的野生蔬菜 一样价值极高 刺耳菜对人的第一个好处 如果大家在野外或者是厨房 不小心划到了手 我们可以采集新鲜的刺耳菜 导成泥状 这个方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呢 刺耳菜对人的第二个好处 每年在秋冬季节 我们这边的村民一般都会采集新鲜的刺耳菜 淘洗干净 然后切成丝晒干储存起来 留着平时泡茶喝 这个方法在农村还是比较常见的 我相信用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它的好处吧 刺耳菜对人的第三大好处 在过去 农民把刺耳菜称为是救命草 因为刺耳菜一年四季 我们几乎都可以采挖得到 虽说它浑身长满似 却是一道非常不错的野生食材 吃法多样化 比如说 常见的刺耳菜 可以拿来凉拌着吃 煮面条吃 做菜团子 烙饼等 它不仅口感鲜美 而且还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朋友们 你喜欢吃刺耳菜吗 你还知道刺耳菜 对人有其他的价值与用途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